中国官方数据显示,尽管当月赴泰国游客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没有变化,但6月同比是增加20%的。 中国某在线旅行社周三表示,已注意到赴泰国旅游预定量减少,许多中国客人正采取观望态度。 该公司品牌开发部负责人李小莲也说,目前仍处于雨季,因此天气也是不确定因素。 泰国普及岛陈船事故发生时的画面,视觉中国去年,泰国接待中国大陆游客约一千万人次, 几乎相当于赴泰外国游客,纵人次的三分之一。 但发生沉船事件后,泰国旅游部门表示,已将今年7月至12月, 中国游客的预计人次调低近67万,将至510万。 据曼谷邮报报道,与此同时,泰国的五个机场,两个曼谷的一级青曼,普吉岛和和爱的三个, 都已为中国游客开辟专用通道,并配背说,汉语普通话的海关人员, 已加快办理出入境手续。 报道着,泰国当地有关部门,还正考虑为中国游客提供多次入境签证。 在北京工作的投资主管倩倩里沉说,在近来与丈夫和儿子共赴普吉岛旅游期间, 他竟看到辽然无几的中国游客,我们住在希尔顿酒店,从客户评论, 看这里,经常住满中国客人,但我们入住期间,来自韩国和其他国家的游客更多。 他说,当我们前往皮皮岛旅游,并观看全集表演等其他活动期间, 都感到自己是唯一的中国家庭,尽管周围几乎不见,同胞身影, 但陈表示他在普吉岛街场受到热情欢迎,整个通关过程不超过三分钟, 甚至还有一名说中文的人员,帮助我填几签证申请表,他们很有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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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